五月是美国亚太裔传统月 华府台湾同乡会也在台湾传统州 接待主持由侨委会临派的 极致体能舞蹈团展演活动 演出吸引大华府地区各侨团代表 侨校师生以及社会人士近400人到场观赏 华府侨教中心主任陈世池 也肯定侨界的团结 让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华府台湾同乡会协助筹办的台湾传统州活动 由侨委会临派来自台中的专业现代舞团 极致体能舞蹈团前进美国华府 受到当地侨胞热烈回响 华府侨教中心主任陈世池至此表示 虽然场地因为大雨 临时改在侨教中心室内举行 但还有400位相亲到场支持 让人相当感动 要谢谢这个团队 他们也从台湾的台中签力调调 到美国东南 那么从台湾带来的 带来的温暖 也带来的 政府对我们海外 这个相近的一个关怀 陈主任也亲切地一一介绍与会贵宾 包括乔务委员王东辉 乔务咨询委员赵夏莲 陈柏南 华府及巴尔地摩两地同乡会长 刘美玲及黄美凤 黄浦同学会会长李大千 及驻美代表处领务组长吴文林等人 随后由团员们说明演出内容 精彩的表演也随之登场 身穿传统服饰 身段优雅的舞蹈 以花曲无影为主题 节目内容蕴含花的元素 以及台湾传统民谣 并将歌子戏等传统戏剧 融合其中 充分呈现花曲与无影交融的 多元艺术 他们以前都是参加很多国际上的舞蹈活动 今年他们的风格是 想用花 然后跟舞蹈混在一起 然后他们也把一些传统的 台湾的歌仔戏 还有布袋戏 融入他们的舞蹈里面 所以这样子就是说 让他的用现代舞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我们也很高兴 今天都下雨 然后我们也很多乡亲 也很支持台湾传统州的活动 精湛的演出 深获现场观众好评 不仅增进了侨界级当地民众 对台湾多元文化的认识 也提升了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台湾宏观电视王阳 美国华盛顿采访报道 对台湾多元文化的认识